编煮 乖 鑽子 我要調低嗎 一點 好 一點點就好了 小灰是最高的 小灰最高 好 等下 這樣剥一個 會拉 我想說我要先清炒 清完之後 好 來 好了 開始了齁 對 拜託啦車友們 一人一組避震器 救救衛經理 衛經理在沒頭路啊 因為我們公司呢 有另外一個直播主 也是介紹的也是超級專業的齁 那車友們 大家好 這是在五代RAV4的社團 可是這台車是RAV4 但不是五代啦 因為我們剛好有安裝到RAV4 所以我們就在社團裡面 開個直播跟車友們來介紹 因為有車友安裝了KT 那幫我們分享 結果有很多熱烈的一個討論 那如果車友們呢 有任何底盤相關的問題 很歡迎啊 就直接在直播上詢問經理 經理就會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那今天這款車的四代 要安裝的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但是車主啊 原先也改裝了避震器 也是很知名的品牌啊 也是很高檔的 這個是日本的TEAM 那TEAM的話 算是日本 最大的一個改裝避震器的品牌 它的品質 承受感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它的品質 像是裡面所使用的油風 如果有看過經理 做過其他車款的直播 就可以大概介紹的其實都差不多 像是TEAM的話 它的品質為什麼會那麼的好 因為啊 它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而日本NOK的油風 可不是貴個一層兩層喔 它是貴了好幾倍喔 但是它的品質就是特別特別的好喔 所以KT的話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喔 好 那這一台車的RAVO 四代跟車友們 最近比較夯的一個五代 它的底盤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喔 TNGA新款的五代底盤 它的後懸吊改進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四代的話 它的懸吊系統 它是長得像這樣子 它的邊緣系是有斜度的 但是 以TEAM來說 以這一台的車來說 如果啊 空載的時候還可以 可是滿載的時候一定不行 其實經理對這一款車 雙TEAM的 並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看到它的設計 我也就有跟車主討論喔 結果果不其然 跟經理說的一樣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的一個小小缺點喔 這個是四代的TEAM喔 那可以看到它這裡的行程 這一節就是它所避震器作動的行程 這個單純是討論 因為這個也都是很棒的廠商 那我們來指出這樣的狀況 來跟車友們討論 好 這個行程已經那麼短喔 那車子放下來之後 它有車高原先的重量 它大概啦 大概會壓縮到剩下 剩下大概一兩指幅左右 也就是大概剩下三公斤 那是空載的時候喔 如果假設我們後座做了三個成人 兩百公斤 再加上後行李大概五十公斤就好了 那就大概是兩百五十公斤 再除以二的話 一邊大概一百二十五公斤左右喔 那一百二十五公斤 這一條彈簧的程度啊 它就足以讓它行程剩下一點點 那剩下一點點 萬一行路間有遇到比較大的坑洞 它就有可能會有觸底的狀況 所以果不其然 車主有說 當這一款避騰器在滿載 那有遇到比較大的坑洞 它的後面呢 就有一個類似觸底的狀況喔 所以它避騰器目前為止 都還是好的喔 但是空載的時候 欸可以的 那滿載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辦法 但這一台車也有好處啊 如果開Ruffle的車主 你通常都是只有一個到兩個人在駕駛的話 那裝這一款的避騰器 一定就沒有問題 而且這一款的避騰器 比KT還要好的地方喔 我們不會一直都講KT喔 這一款車的避騰器啊 它能夠降低到比較低喔 它能夠降低大概最低啦 最低大概是兩指幅多喔 但KT的話 沒有辦法降到那麼低 KT的話 最低的話喔 大概還有大概四指幅左右 因為這一台車啊 後方的輪胎上緣到葉子板 大概快接近兩個拳頭 所以KT的話 後方是可以降低大概四指幅 沒有辦法像Tim降到那麼低 但是啊 KT 在Ruffle的四代上面啊 滿載的時候 就不太會有容易有觸底的狀況喔 好那前面的話 這個 Tim的話也很不錯 它也有附上座 然後這一款的話 它的彈簧 一樣是一個大捲式的彈簧 所以它整體的舒適度 所以我們應該都有體驗過 這一台車也很多人推崇 我們是Tim的品牌喔 它的舒適度 也有相當不錯的水準 好 那我們 討論完原廠型的跟Tim的 那來看一下KT裝上去的狀況 後方的話 車主原來也已經有 觀念特別好 原來也有改裝了 仰角調整器喔 那這一款車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因為在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後輪的角度 會像這樣子 會變得有一點 Camber有點趴 所以輪胎的內側會磨耗的比較快 假設像這個算是 HP2的話 它可能有辦法 正常行駛有辦法磨耗4萬公里 可是因為輪胎Camber的角度 不夠正常 所以輪胎就可能剩下2萬公里的壽命 那對這個輪胎來說的 就很不划算了喔 所以也不環保 所以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幅度 比較大的話 那經理就會建議車友們 一定要改裝這個仰角調整器 那不論是四代或者是五代 五代的話應該搜尋一下 在社團裡面搜尋一下Catty Racing 就有辦法找得到五代的一個介紹 那今天四代的話 這個車有觀念特別好 已經有改裝了仰角調整器 那後方的彈簧上部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是在調整後面的車高 如果要很高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撐高 加上彈簧整體長度的話 最高啦 最高這台車的話 大概可以接近原廠的高度 那桶身的話 這個後方的桶身 正裝或者是倒裝都可以 可是正裝的話 調整阻尼的旋鈕 就在避震器的上部 車友要調整的話 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我都建議計師把它正插 倒裝 它的阻尼旋鈕就會坐落在輪胎的後方 車友們要自己調整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這個是後面的一個介紹 那KT的阻尼油 裡面所填充的阻尼油也特別厲害 KT裡面所填充的阻尼油 是使用意大利IP的阻尼油 那個也都是一整桶200L 從意大利原裝來台灣 進口的一個油品 那油品的話 其實台灣 在台中的五漆 或者是新竹的湖口 裡面有很多的 是國外大品牌授權來台灣混裝的油品 但這樣的成本 固然有辦法比較低 可是品質的話 我們還不是很信任 所以KT的話 一律是使用從意大利一整桶 原廠進口來台灣的一個阻尼油品 所以它的品質穩定度的話 都相當的不錯 那換來介紹前面 那即便KT用那麼好的阻尼油 但是用久了一樣會烈貨 那KT的話也有辦法 來讓車友們做一個售後 售後的話 也許有可能裝了大概3年5年 鼠尼油有烈化了 或者是油風有漏油 這些都是可以汰換的 好 那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KT是配置200長7公斤 是一個像跟Tim一樣 是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而且這個圈徑比Tim還要更大 會更舒服一點點 那現徑現徑之間的距離 也能夠拉得比較開 就是它作動的行程 會比直捲式的彈簧 多出了30%左右 那畢竟Rawful的話 不論是三代四代五代 它都是一個休旅車的形式 所以休旅車 就應該要有休旅車 一個基本的一個 下駛的一個舒適的感覺 不會把它改得太運動化 所以前面跟後面的彈簧 我們配置的彈簧 都會以舒適為一個導向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它是在上部 上部的話會有一個 KT也有附上座 那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往順時針方向 它有一個H的Logo H的話Hard就是變硬 所以從這個地方可以調整阻尼 那阻尼的話調整 有一個小地方要注意的就是 左邊跟右邊的段數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有關係 那這台車的前面離載算部分 也有很多車友問說 要不要改裝可調式的 或者是強化的離載算 其實KT的設計是不用 我們用原廠離載算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之類的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一樣 都要符合安全的相關的規定 這個地方 那前面車高調整會比較單純 我們只要把它它的基座 把它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的方式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能調高 跟調低的範圍會比較寬一點 而且不會因為調高 把彈簧逼住了 它的乘坐感覺就變硬 所以它能 它的是一個 統身可調的設計 那在調整上的 會比較多元化一點點 那KT的話最近很受到車友門推崇 尤其是很謝謝五代的車友那麼的捧場 那我們在台中的KT的工廠 在檀子或者是我們北區 KT有北區有經銷商 南區也有南區的店家 中區也有經銷商之類的 我們都有一個完整的銷售體系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要試著做看看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在直播當中 不好意思提出來的話 也都可以 私訊我們家小編 那以上是今天Ruffle四代的安裝 KT避震器的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